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位宝春 易董死在武将堡 薛平贵 怎么样 想好了吗 不行 这件事情我绝不答应 夏丰 本王梦见了成龙快婿 那么代战的姻缘也就应该结于薛平贵 如果你再坚决反对 你女儿的幸福可能就没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她的个性 如果她为此 一辈子坚决不婚呢 王后 凌霄刚才说了 一切还是以代战的幸福为先吧 可是凌霄 这样你是不是太委屈了 王后 没什么委屈的 我说过了 只要代战能够幸福 我凌霄也快乐 你放心 就算代战成亲了 我也会守在她身边 绝不会让她受到一丝委屈 可是你 不如这样 凌霄和代战的婚事取消 凌霄改娶丽娜 大王 这件事情你可得三思啊 大王 这我和丽娜 凌霄 如果你不娶丽娜 你姑姑她就不会同意代战的 因为她不愿意看到你 你为了代战而终身不娶呀 是啊 我一直觉得 凌霄眼高于鼎 在我们大梁 还真是难找到几个女孩 可以匹配凌霄的 不过我觉得 丽娜从小就一直喜欢着凌霄 这你又不是不知道啊 这我当然是知道 可是 可是在我的私心里 我还是希望代战 能够嫁给凌霄 这不是皆大欢喜了吗 凌霄 你觉得大王的建议怎么样 如果我不答应 那么姑姑也一定不肯把代战 嫁给薛平贵 为了代战 我 怎么 凌霄 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你说呀 好 你们都下去吧 是 是 凌霄 你现在总可以说了吧 大王 王后 一切就遵照你们的意思 我愿娶琳娜 可是我还是有点担心 薛平贵取代战 是为了她的荣华富贵 那她会不会 王后 你不用担心 薛平贵 薛平贵对于这件事情 我想她是不会同意的 为什么 她不同意 你不说我也知道 是吗 其实说起来 代战这个丫头的眼光 还真是不错 我看薛平贵这个人 气宇轩昂 引对得体 而且说话很有分寸 可是我就不明白了 像这么一个优秀的人 难道她在中原 就没有欺世吗 真的吗 凌霄 这件事 你有没有查清楚啊 是啊 凌霄 你可不能瞒着我呀 怎么了 你就实话实说嘛 王后 大王 那薛平贵在中原 确实是有个发起 果然是被我猜中了 凌霄 你去告诉薛平贵 让她去修了她的妻子 王后 这件事情 我已经劝过薛平贵了 可她执意 要把她的妻子 接到大梁来 如果不行的话 她宁愿死 世上竟有这番多情的人 那 那戴战她愿意吗 王后 这件事情 戴战并不知情 王后 即使戴战知道了 她肯定也是要嫁的 这不是你能阻止得了的 不行 这件事情我绝不答应 王后 咱们就这么一个女儿 大梁就这么一个公主 怎么可以跟一个 这个 这 平民共事一个丈夫呢 当然不可以 而且还是个做小的 不想办 林萧 本后 现在再给一个旨意 你去杀了薛平贵的妻子 王后 这样做合适吗 这件事情我就决定了 好 活着 王后 林萧 照我的话去做吧 林萧遵旨 王后 这次我进中原献祥表 到时候我带着薛平贵 到了中原之后 我会找机会 杀了薛平贵的发七 这样的话 那薛平贵找不到她的发七 便 会归降我大梁 这倒是个好办法 让他去找亲人 到时候他找不到 他势必会死心 可是你有把握 他一定会跟你回来吗 王后 那薛平贵是个守承诺的人 他答应我 一定会跟我回大梁来 那好 这件事情 你一定要给我办妥 是 参见相爷 快免离 坐 坐 谢相爷 这次能得到中侍郎的职位 全靠相爷的鼎力相助 这是小职的一点心意 请相爷孝囊 希望相爷喜欢 围报啊 你少年老成进退得体 老夫真是没有看错人哪 自从我哥入坠相府 相爷对他一直疼爱有加 在这儿我要替我哥说声谢谢 谢谢相爷的栽培 翁婿之间的情谊本来就如同父子 更何况卫虎深得老夫之心 不光是卫虎 就连你卫豹 老夫也是疼爱有加呀 只可惜我那不听话的宝川 不肯嫁给你 要不你早就成为老夫的第三个女婿了 卫豹 谢谢相爷疼爱 可是我跟三小姐也没有缘分 是我卫豹没有这个福分 卫豹啊 你老实地告诉我 老夫如果现在让宝川嫁给你 你愿意吗 这 卫豹不懂相爷您的话中之意 老夫我坦白地告诉你吧 其实啊 我心中最疼爱的就是宝川了 虽然他跟我闹了这么大的别扭 如今呢 那个薛平贵已经死了 他也尝尽了苦头 受到了教训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啊 我就想他 他也尝尝他呀 你爹最偏心了 大哥 大嫂 岳父 爹 来 多坐下 爹 你心里就只疼宝川 林川 你这吃什么醋啊 岳父他怎么会不疼你呢 只是三姨妹离家走了 岳父有点想念把诺 是吧 岳父 你看见没有 还是卫虎会说话呀 亏了你还是我的女儿呢 那爹你这么说 就是只疼女婿 不要我这个女儿了 那你 你看看你又说些什么话呀 爹是疼女儿的 莲花稀盆的疼女婿的吗 爹这话我爱听 对了 岳父 刚才我跟宁川过来的时候 听到您说的那些话 不知道您是什么意思啊 老夫希望 卫豹想办法得到宝川 只要卫豹能够取到宝川 老夫就可以同意 让宝川嫁到卫府去 卫豹也就可以不入坠 咱们相辅了 岳父 这是您对我们卫家 天大的恩惠啊 宝弟他一定会同意的 是吧 宝弟 宝弟 我爹说的话 你听到了没有啊 这个我还真没想过啊 岳父您看看 这傻小子 一听说您要把三姨妹嫁给他 高兴得连话都不会说了 爹 你真的让宝川回来吗 我可不想让他回来 不管怎么说 他始终是你的妹妹 姐妹手足亲情 怎么可以记恨呢 好了 只要爹同意 我就不记恨了 不过 这宝川要是肯答应嫁给卫豹 那也只能当偏方了 偏方 什么意思啊 岳父 银川哪 他又跟您开玩笑呢 岳父 您如果真的把三姨妹嫁给卫豹的话 我现在就让鲍弟把他接回来 鲍弟 我爹都同意了 还不赶快谢谢他 谢谢相爷 宝爹 怎么还叫相爷呢 叫岳父 谢 等娶了宝川再叫吧 事不宜迟 你就听我的意思去办吧 是 肖迟告退 岳父 这次凯旋归来 我跟大姐夫的功劳最大 可是 刘毅将军反而被封为了护国大将军 我跟大姐夫只封了一个兵部尚术 和兵部侍郎而已 这 不急不急 皇上说 等朝中的官员告老还乡再提 老夫知道你心中要的是兵马大元帅 等老夫生了左相再保你也不迟啊 多谢岳父 爹 你可得多帮着卫虎啊 我听卫虎说 这次出征西凉 他的功劳最大 这大姐夫不过出去战了一场 其余的都是卫虎他出生入死 才能够这么快就凯旋归来 可是 就因为他只是个副元帅 这功劳就没有姐夫的大 我觉得真的很不公平啊 好了 好了 苏龙也是爹的女婿 有什么好不公平的 放心 爹在适当的时候紧声卫虎 爹啊 最开心的时候 就是咱们王家这一次 算是出尽了风头 如果卫豹能把宝川给取回去 老夫的心里啊 就没什么挂念的了 岳父 小徐带此 先恭喜岳父 平贵参见王后 你见到本后就只是拱手 连贵都不贵 平贵并非西凉人士 如果要下跪的话 岂不是变成阶下囚 所以权魂之下 还是觉得这个礼仪最好 好狂妄的小子 不敢 不敢 你可别忘了 你的命还操在本后手里 平贵说过 是生是死 任凭宰割 可是 如果想侮辱薛平贵的话 我宁可一死 好一个薛平贵 难怪我的女儿会看上你 平贵确实不懂 到底戴战公主看上我哪一点 我问你 凌霄说 你要回中原 去接你的亲人 你说的可是真心话 接了你的亲人 你就会和凌霄 一起再回到大梁吗 既然平贵答应过 就一定会回来 好 拿来 这是 千里催命丹 你扶了我的千里催命丹之后 如果你要是违背了你的诺言 没有准时回来 就算你在千里之外 我也可以要了你的命 我也可以要了你的命 怎么 不敢吃吗 你要是不敢吃 就表示你回去之后 就不会再跟凌霄回到大梁来了 就不会再跟凌霄回到大梁来了 你不用再跟凌霄回到大梁来了 你不用担心 就不会再跟凌霄回到大梁来了 你不是这么担心吗 对你 你再回到大梁之后 也就是跟戴战成亲之时 王后 我 慢着 别插嘴 让我把话说完 你给我听清楚了 我夏丰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我把她当成掌上明珠 我是把她捏在手里 疼在心里 你要是跟她成亲之后 敢给她受一点委屈 给我听好了 我绝对不会就这么轻易地饶了你 王后 那平贵现在可否说一句话 说 既然王后那么爱戴战公主 那么怕她受一丝丝的委屈 那又何必让她下嫁平贵呢 薛平贵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我知道 难道 你真想让戴战受委屈 夫妻之间在于互相信任 我们中原有一句话 叫相敬无宾 再说 女子在家从父 出嫁从夫 夫死从子 戴战公主是今之欲业 平贵高攀不起 生怕以后夫妻之间有什么口诀之争 王后怪罪下来 平贵担当不起啊 你可真是得了便宜卖乖啊 平贵只是以事论事 好了 林霄就要去中原了 你下去准备准备吧 谢王后 慢着 你可别忘了 你已经服了我的千里催命丹 你最好给我准时回来 平贵之呢 这个薛平贵还真是胆识过人 他竟然敢跟本后针锋相对 小姐 我来吧 小姐 我来吧 不 这个我留着 小姐 如果留着这些东西 你每次看到她 就会想到姑爷 所以还是埋了吧 只是平贵离开的时候 初见阁下的断袍 如果把这个都埋了 你让我拿什么思念她 弟媳妇 你就把她给埋了吧 让她随平贵去吧 是啊 二嫂 刚才小莲姑娘也说了 如果你不把这个断袍扔了的话 你肯定会想起二哥的 你们这些男人真奇怪 二嫂要留一样东西想念贵哥 不行吗 一会儿做事我 我肯定一样都舍不得丢掉 大哥四弟 你们不用担心 我只放在身边想着念着 其他的 你们还是都埋了吧 你们还是都埋了吧 二嫂来吧 二嫂来吧 三嫂来吧 二嫂还要住 三嫂至少 三嫂去死了 二嫂去了 你听到了吗 你知道吗 本来我想跟你一起去 可是 我已经坏了 我们的孩子 为了我们的孩子 我已经坏了我们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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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来我们的孩子 我已经坏了我们的孩子 还没带我们的孩子 我们在这边 是吧 我没有给我们的孩子 也就会想为我们去支付 我们的孩子 我会想这样的一个 说明我们的孩子 你发现了小子 要么都不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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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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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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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莲 小姐 这些事情我来做就好 小姐 不用 我在这儿陪你 这些事情 当然是由我来做了 小莲 小姐 小姐 你看看你的手 现在变得这么粗糙 我记得以前在相府里 你试食指不沾阳春水 那时候你的手那么地细腻 可是现在你看看你的手 我只知道武家坡在城外 可是武家坡到底在哪儿 我怎么一路上问了几个人 都没有人知道呢 请问一下 知道武家坡在哪儿吗 小姐 小姐 我觉得有些话我不应该说的 可是我又不得不说 现在姑爷已经不在人世了 那小姐 你是不是应该回相府去啊 当时我跟爹三机长 我已经打定主意了 除非平贵出人头敌 否则我绝对不会在他间相府一步 可是现在姑爷她已经走了 她 没有 她永远都会在我心里 而且我现在 怀了平贵的孩子 所以 你 小林 你要回去的话你就回去 我是绝对不会回相府的 不要 小姐 你走我才走 你不走我就留下来帮着小姐 总之 我希望小姐 你为了肚子里面的孩子 别这么操劳 放心吧 我没事 我只希望 平贵在天之灵 保佑我们母子俩 小姐 小姐 你怎么了 我 我不知道 小姐 我忽然觉得肚子很痛 怎么会这样子呢 其实是谁 不管是她的 我只想不过 你能走我 应该自己 有什么眼睛 我只想不过 你也想不过 我只想不过 而我只想不过 你也想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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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你等过几个球 等你等到心声 等你等到云耳破 等你等到我心痛 等你等到没有 为你留下最后一点 满腹心酸素于谁 往事不堪再回味 失去的爱难再追 为你留下最后一点泪 痛苦伤心为你流失 不但寂寞深憔悴 你已感恨忍惚 为你留下最后一点泪 满腹心酸素于谁 往事不堪再回味 失去的爱难再追 为你留下最后一点泪 痛苦伤心为你留下最后一点泪 从此不再为你留下最后一点泪 感肠存断牵挂水 望尘秋时心已碎 冷了从此不再 感谢观看 透明闻 欢迎订阅 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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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